嗨,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个视频是我自己记录的两周马甲线的挑战 因为我原来就是虽然手腕啊,四肢比较细 但是肚子上就一直都超多肥肉 然后我就跟练两周Cloy Team的魔鬼训练 想看看自己能够练到什么程度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的记录就完全是非常真实的 然后之前呢也确实是没有马甲线 就是从无到有练两周是什么样的成果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前方高能央主肥腻大揭秘 我真的是要被自己肥死了 肚子上全是肉 然后体态也不好看 转身的时候后腰好大一块肥肉 所以我决定下定决心开始训练 第一次尝试的是Cloy Team的30分钟有氧 但是没想到就是做了一半的时候 就完全撑不下去就好累好累 然后这个时候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肥肉 决定还是不能放弃自己 最后还是咬着牙 把第一天的30分钟染纸全部都做完了 第二天的时候我做的是他的13分钟 Hit和10分钟的腹肌课程 是有一点难度的 在练之前我已经做了三周的Keep了 但马甲线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需要这种系统的有氧加无氧的训练 第三天的课程也是一样的 怕伤膝盖你可以做他视频里的无跳动版 这次为了健身我新入了三套运动服 这套是我觉得穿起来最舒服的 弹性好做动作很舒展 低头看到自己这么多坠肉真的很烦 能宽慰我的就是这个牛油果绿的 很喜欢这条裤子的颜色 第四天继续来做我的30分钟染纸 我体质率高要多做有氧 可用一进的动作幅度还是挺大的 跟练的时候建议穿比较专业的健身服 这样对腿的包裹啊 还有胸的支撑会比较好 比如像我这种背部有公字型设计的 第五天是我第一次做Cloiting的10分钟腹肌强化 这个是要做40秒才能休息10秒钟很累 我们做动作前后都记得要拉伸一下把肌纤维拉长 这样身体特别是腿部的线条才会更修长好看 做它的13分钟head的时候 基本上你做到一半就已经有点累了 它的腹肌动作也有很多跑跳的动作 我本来练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是一看这个对比效果发现还是很明显 所以第八天我又干劲十足的开始了 第八天和第九天我都是做的30分钟染指 和10分钟的腹肌强化 强度相对来说有点大 到第九天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好像都瘦下来了 看起来很修长 这个时候拍和第三天的对比 我发现胯部坠肉也少了一点 每天坚持跟练确实是比较累的 每次做完都是爆汗 基本上后半程我都是靠自己对美的渴望 还有好听的歌坚持下去了 进行到第13天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腹肌力量明显上来了 做动作也比以前轻松了 第14天的时候录完 我发现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好修长 好那我换上和第一天一样的运动服来揭晓成果吧 正面看小肚子已经小了很多 那线条怎么样呢 我把裤腰稍微翻下来一点 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以看出来还是能够看得到明显的马甲线线条的 两周的时间很难像别人一样练出非常专业的线条 还有快撞腹肌 但是这个成果对于我原来肥腻的状态来说 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其他很多人可能是一个马甲线复苏的过程 但我真的是从无到有 两周时间练出来这个线条 所以自己还是觉得有被激励到的 我本来是H型的身材 所以腰身不是很明显 但是也能够看到弧度比以前好看多了 可能前几天大家练的时候效果不会很明显 但是只要坚持下来到第7天就能看出明显的变化 还有一点小心的就是你在锻炼的时候可以听你自己喜欢的歌 买吉他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看一点的运动服 这样在健身的时候也会动力十足 漂亮的肌肉现场肯定是要长期的锻炼去维持的 但是只要你找对方法 短时间内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 那我把自己这次的训练也做成了表格贴在这里 大家可以先跟着keep练练简单的 学会了动作的发力要点 再来做这套ColoE Team的效果超级好 对于想要改善体态削减小肚男 改善假胯宽让穿衣更好看的女生来说 两周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 这次拍视频一共花了两周多的时间 也记录了一百多个G的视频 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希望大家点个三连支持一下 那大家收藏之后也记得千万要行动起来 加油 夏天来之前你也可以健康的瘦掉一大圈 这期节目大家就感谢了 谢谢大家